600萬美金 差不多近3億 一件的珠寶 你會覺得 為何珍珠這麼矜貴 原來珍珠真的很矜貴 這是一個紀錄 有一個珠寶故事 攝政王的鑽石 他們陪伴著他們有精彩的人生 也有些坎坷的人生 所以我們說珠寶人生就是這個意思 有一種叫Type 2A 即是二型A的鑽石 他說它在所有鑽石裡面是佔很少的 約1-2%是屬於這個類型的 他說它是花學和光學上面是很純正 很晶瑩突扣 我們D大家知道是最高色 但是如果它D得來又是Type 2A的話 他說它純正的純正是最美的顏色 所以你買鑽石 現在很多拍賣會 他們的證書都會有寫 這個是Type 2A Coconda出 它又很貴很多 我們說這個攝政王鑽石 當時那個是在叫做 Oh my cut 18世紀至19世紀的時候 這個cutting是很出名的 很受歡迎的 我們給你看看 是的 還有這一顆 這個Oh my cut 它跟我們現在這些 現代的58範的鑽石 是一樣的 有58範的設工 但問題你會看到 它的桌面很小 中間的Q力又很大 是的 為了讓大家感受一下這個 涉政王這麼厲害的 這個寶石、鑽石 所以我今天也帶了來給大家看 這個石就是我的好朋友 Ave Chan借給我的 她一個模仿一模一樣的cutting 大家可以一會出來看看 一百四十卡大約是有多大呢 接著Paul也加冕 她自己加冕 因為她說江山我打回來 她跟Josephine也加冕 其實她對當時的法國皇室 所有的潮流去領導著 她無論是衣著或珠寶 她是收藏了非常多珠寶 但是可惜後來他們做了皇帝 她有一個問題出現 她有繼承人 但是Josephine嫁了她很多年 都沒有指次的問題 所以就要跟她的珠寶 傳給她的孫女小約失婚 小約失婚後來就嫁給歐洲的皇族 所以現在在歐洲北 瑞典、挪威所有的珠寶 其實當年當數都是Josephine Josephine王后 永遠我們都會看到她的珠寶 現代現在的挪威王后 她的皇冠就是Josephine 當年Josephine王后 另外你見到現代的瑞典皇后 她的這個冠冕是一個紫禁的冠冕 那個皇柱 即是就來當皇帝的皇柱 你見到陸寶石 那套珠寶給她 我們知道陸寶石是代表青春、春天、生育的意思 她一刻開18歲 第二年就立刻幫她生了一個兒子 她就很開心了 有繼承人 她又送了一套紅寶 以前的一套首飾 這樣叫一套 不是耳環戒指叫一套 這樣才叫一套 現在我們在這個 這個樂墳宮都見到她的 不是見了整套那套首鏈 我們都見到她在那裡展覽的 而這個皇冠 就在1950年代 就有一個珠寶箱 幫她拆了那些珠寶 她不知道什麼用途 現在放在這個美國華盛頓博物館 你們進去見到 就是當年拿破琳送給這個 Maria Louise的一套首飾 為什麼要說這個呢 因為在200多年之後 2018年 蘇富比有一個拍賣會 就有10件珠寶 有10件多數都是珍珠的飾物 就是當年我們說馬利安東尼 這個皇后的珠寶 她其中有一個珠寶吊咀 就是物業 我們不如想個辦法 我和你換吧 你給我一棟大廈 我一去很多 我就換了這個珠寶給你 你看到這個 在現在紐約的第五大道 這個辦公室 現在是卡地亞的美國奇難店 就是當年用這個Maria Louise太太 她頸鏈這兩串珠 所以可爽而知那時候 天然珍珠是多麼矜貴 現在就不同說法了 是不是 他們真是很有 在波斯灣裡面的天然珠 沒有那些微水同仁那些 什麼都器具什麼都沒有了 他們就找了每一枝桿 就找一條繩子 一個人掉了去海底那裏 那個人就把他放進海裡 他就找到那個磅 他動一下他就拿回去上來 一天上上下下大約都要100次 他說 找到100隻磅裡面 可能只有其中1% 只有1顆是有珠的 100顆珠就只有1顆好些 就是這個 塔偉尼爾 這個塔偉尼爾 他是巴黎人 當年在17世紀 他一個很出名的 歐洲那些貴族權貴 就去找鑽石 寶石 15卡 他賣了 Talvanian 就是賣了給路易十四 路易十四 就把它改成60多卡 見到60多卡的一個勳章 然後 之後呢 路易十四 15都有用這個藍色寶石 這個Hook Diamond 是有一個叫做佐咒的寶石 說他裡面有很多些騙魂的 當然來到這個路易十六 當然是不好 兩個人38歲就上了一段頭堂了 你看 那都是被人偷了 但是二十年之後呢 又在英國見回 但是見他那時候呢 小了了 變成45卡 但是那些專家說呢 都是當年那顆 French Blue 那跟著呢 就是這個 Hook的這個銀行家收創 但是呢 他們的家庭呢 都發生很多不好的事情 爭產啦 後來呢 都要變賣這個鑽石 那輾轉呢 就被卡蒂亞買了 那卡蒂亞買了之後呢 就將它重商 就賣了給這個Evelyn女士 Evelyn女士呢 就是她的先生呢 就是這個華盛頓郵報的大亨來的 是很有錢的 那她就不信這些 什麼鴨雲 阻操 她就一天帶著 有時還會給她那隻狗狗大 那不知真 就是這麼巧呢 她的兒子呢 九歲呢 就交通意外 就離世 跟著那個先生呢 就神經 那她跟著呢 那個夫人死了之後呢 那個郵報呢 又是有 blank了 那她就要變賣那個 寶石呢 就給這個Harrie Vincent Harrie Vincent 買了個寶石之後呢 把這個寶石呢 還給其他的珠寶呢 就是沒有賺 沒有牟利的 就拿去慈善循迴表演 那之後呢 1958年呢 Harrie Vincent就決定呢 就送了給美國的 這個國家自然博物館 那她呢 那她呢 就是用百多元 百多元 這個美金啦 買這個保險啦 裏面呢 就包含了兩個四毫四油費 就寄了去華盛頓 那麼 寄了去華盛頓 之後呢 這張圖畫呢 就說她當時收到這個 這個 這個哭街民的情況了 但今時今日呢 都是指納在這個華盛頓 這個博物館裏面的 但是最後有一件事情呢 就這麼有趣呢 就是有一個郵差呢 就是由郵局送給這個博物館 這個郵差呢 之後呢 就試過兩次的交通而外 一次是撞到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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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她的房子 那麼我們說鑽石呢 一般呢 就含碳就是沒有色的 而呢 它有Nitrogen 它就會黃色 有波蘭鵬呢 它就會藍色 剛才的藍色鑽石呢 就是這樣的理由 它有藍色 那麼香水都有鋪帶紋 這就是辟邪啦 平安啦 這意思 那其實你的辟勢呢 在唐朝呢 我們已經開始見到有了 甚至明朝呢 這個 這個 斯里蘭卡的皇帝呢 是送給我們明朝呢 那麼這個 碧西這個材料呢 就是說 在當時清朝呢 就是代表權力的象徵 那麼我們你看到底下呢 原來那些 以前那些人的那些帽呢 我們要帽頂呢 一品二品官呢 都是會用這個碧西 或者紅色的寶石 不過朝珠呢 都用碧西的 那麼你看到呢 我們 我們看到呢 他說當時 慈禧中二道呢 他跟這個 這個 這份聯合資公司呢 合資呢 第一間 中國第一間的合資 外資公司 就每一年呢 去美國聖地牙那個礦呢 那裡呢 就去採購幾噸的碧西 尤其是喜歡粉紅色碧西 那麼在1911年呢 我們知道呢 清朝呢 就被推翻了 那麼它沒有客人呢 連這個礦都要這麼貴的 那麼聽說呢 現在都有床 但是漂亮的寶石 就不多了 那麼這個你們看到 當時這個油畫呢 就是一個卡在這個皇宮那裡 幫慈禧畫的 幾十年都沒有見過的 近十年八年呢 他現在在美國的博物館 那麼他在北京也有買 那麼我們看到 對應到他的首飾呢 有很多碧西的 那麼這些呢 都是當年呢 清詞呢 各類不同的碧西的挑剋品 上有所好 這個碧西 喜歡碧西的 那麼其中一個 我們還要講呢 就是這個哀悅圈筆記 這個筆記呢 聽說是李連鷹 當時慈禧旁邊那個熊人李連鷹呢 但鑑呢 他臨死的時候 就叫他的侄就寫出來的 那麼他說呢 他裏面呢 最重要呢 就是他有那個叫做碧西蓮花 就有三十六兩百尺 等於現在一公斤 他在陪葬 他所有的陪葬的東西呢 他都寫了在那裡的 那麼很多呢 都是一些碧西的陪葬品的 那麼你看到第一方的黃金 那麼在這個皇宮貴族裏面呢 是代表富貴 權勢啊 青春永住啊 是益壽然年的意思的 我這個 是 用這個 畫 非常之精緻的一個廳 那時候呢 當阿比德大帝呢 搬回這個 有一大堆的照片 黑白的照片 還有一些這個 海特王室的這個 這個 他淡向當年呢 他買了二萬八千幾個石 一個那顆呢 各自一卡的藍寶石 和這個鑽石戒指 而這個戒指呢 那個 那個款式呢 就很有名的喔 它叫做Tour and More 叫做李和我 那到今時今日呢 都有這個款式的 很簡單 兩顆一起 未必一定要環寶石 或者是鑽石 其他的寶石 兩顆一起 他們就叫做 You and me 現在也是很流行的 Tour and More Tour and More You and me Tour and More 那這個戒指呢 就是十八世紀製造 因為為什麼你說 哇 拿破隆做皇帝呢 為什麼會 那顆石這麼鑽的呢 那時候呢 他只是做軍官 他不是很多錢的 那時候還沒做皇帝的 那他呢 就是 最初蟹后 Josephine那時候 Josephine是一個寡婦來的 他帶著兩個小孩子 那在這個法國的上林社會裏面呢 好像一個很出名的那些 教祭文化 那南康倫一見到他之後 哇 一見鍾情 就幾個月就跟他求婚了 就用這個戒指跟他求婚 那之後呢 就是娶了這個Josephine 那我們說呢 他們兩個真是天造地設了 很溫馨的 那接著呢 大家是不是很近之九十九 都推舉他做皇帝呢 那麽當然要做皇帝啦 那他做皇帝那時候呢 那時候呢 不正止加冕的 他還要呢 特地呢 就是叫這個 現在的Showmate 就是以前的Showmate 前身那個設計師 有什麽特別呢 他呢有四十幾顆鑽石 其中一顆呢 你看到中間那顆呢 就是一百四十卡的 叫做region 這個叫色正王鑽石 聽說這個石呢 這個原石呢 有四百一十卡那麽大的 那這個設計王鑽石呢 就傷了在這個寶劍那裏 那裏了 那在2017年呢 我去過北京故宮呢 剛剛就有這個Showmate的一個展覽 那裏的皇宮啊 皇冠啊 很多現在著名的寶石呢 都是這個舊礦出產的 他就在這個印度的舊礦開採出來的 那我們說這個色正王鑽石呢 爲什麽叫色正王呢 爲什麽有個名稱呢 就是因爲當路易十四 剛才不是說那個太陽王啦 路易十四架崩了之後呢 他的孫兒 路易十五就繼位 但是他的孫兒是得無稅 那所以他要有個色正王啦 那他這個孫兒呢 這個阿菲利普二世呢 就做色正王 那他就買了這一粒 這一粒一百四十王冠呢 這一粒呢 就是這個色正王啦 現在在這個羅浮宮 你去到呢 你都可以看到 欣賞到這一粒大鑽石的 那我除了色正王 這個路易十五呢 路易十六呢 加冕也是用這個鑽石的 那聽說路易十六的太太 那麽瑪利安東奈克呢 他呢 還拿他過來呢 放在他一個黑色的絲絨帽裏面 做裝飾 真的很奢侈啊 所以他有一個名稱呢 叫做赤字夫人 又叫做那些國民呢 如果呢 混合了呢 就會 沒有這樣 stars 黃 az 呢